第721集 第二轮比的就是实战了 其中技巧得分最高的人 会在巴金斯的比赛中 面对技巧得分最低的 得分第二高的 则对倒数第二 以此类推从而决出前四名 前四名再通过抽签进行办决赛 然后是最终决赛 这个比赛规则 是为了尽可能公平而制定的 但其中也有一些地方要注意 首先制作和使用的 都只能是一件昏倒器 是追求攻击还是防御 就要看各位自己的擅长 而在制作昏倒器的时候 又不能消耗过多的精力 否则在之后的技巧比拼中 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 而且技巧得分越高 在接下来的巴金斯比赛中 也就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所以从一开始 三个时辰的昏倒器制作中 各位贵宾 就必须要有充分的计划 听了成安的介绍 霍宇靠和彩头心中 都是暗暗惊讶 这三大地下势力的最终决赛 无疑要比他们想象中更加复杂 不但要制作昏倒器 想要获得最终的冠军 居然还要进行一场技巧测试 和三场战斗 这个强度可是不低啊 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 对于这个冠军 三大地下势力都看得很重 而且平凡盟和奥都商会 隐隐有联手对抗洗水盟的意思 因此 在这最终决赛的赛事方面 三方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磋商 最终才商量出了这么个结果 就是尽可能要凭借双方 混导师代表的实力 来完成比赛 当然整体来看 平凡盟和奥都商会 还是占了便宜的 毕竟他们有六个人 在战术安排上 就要容易得多 见陈安介绍完了 南宫晚的脸色 也随之变得沉宁起来 陈生道 三位 你们这次是代表着我们 吸水盟参赛 对于三位的实力 我们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 你们要做好同时对抗另外两家的准备 他们很可能在战术安排上 会针对我们这边 既然是为我吸水盟处理 我们吸水盟 也不会白白让三位亲力 无论是你们中的谁 能够获得最终冠军 我们吸水盟 都将单独拿出一份奖励来 这份奖励 我相信 是平凡盟和奥都商会 绝对给不起的 而且当场兑现 来人 把东西拿上来 一边说着 南宫碗 右手一挥 立刻有四名黑衣人 从旁边抬着一个箱子 走了过来 尽管那四名黑衣人 都是身材强壮的壮年 但抬着这箱子 竟然显得有些吃力 霍宇浩下意识地 就释放出了自己的精神力 向那箱子扫描了过去 但是 他那无往不利的精神力 在接触到这个看上去 厚重的黑色大箱子之后 竟然无法穿透 完全被阻挡在外 还有一部分精神力 被折射开来 这是 霍宇浩在短时间内 就做出了判断 这个箱子里面 应该有着一层厚厚的签 专门用来隔绝各种契机的 外面 只还有一层混合了秘银的钢筋 而且 从这几名壮汉 抬着如此困难来看 这个箱子的重量 应该在五百到一千斤左右 这是什么玩意儿 竟然会用纯签制作 并且包袱有秘银的金属封存 不只是霍宇浩 何彩头 甚至那位九十六号黄针 眼睛有的瞪得大大的 看着这个箱子 他们虽然没有精神探测 但是身为混导师 他们对金属还都是很敏感的 也都感觉到了 那个箱子上带有的秘银 如此珍贵 箱子被抬到三人面前放下 南宫婉亲自走到箱子前 右手抬起 在箱子侧面轻轻一按 顿时一个小型的屏幕塌了起来 屏幕上有着许多复杂的符 南宫婉将自己的手掌贴在了屏幕上 同时五根手指飞速地律动着 这居然还是混导密码高爆箱 混导密码箱就是以混导器结合特殊的密码来封存的一种特殊箱子 要通过事先定制好的固有节奏敲击才能开启 至于加上高爆两个字 那毫无疑问 一旦密码输入错误就会引爆其中的高爆混导器 从而产生恐怖的爆炸 不过一般来说 这种高爆箱都会有几次输入错误的机会 并不会一次就爆开 但这个机会最多也不会超过五次 用来封存机密档案之类的情况比较多 别看就这么一个箱子 也是六级混导器的层次啊 霍玉浩从南宫婉将手掌贴上箱子那一刻开始 精神力就已经高度集中 凭借着自身强大的精神力 硬是将南宫婉那高速敲击的频率 完全记录在了自己的脑海之中 虽然未必有用 但记下来总是个机会 敲击持续了大约二十秒 南宫婉的手才重新抬起 屏幕回缩 伴随着轻微的嘎嘎声 箱子顶部从中央开始缓缓裂开 南宫婉身边的三长老一抬手 一个半圆形的护照 就将几人全都笼罩在其中 包括他自己 以及那位被淘汰的九十八号默克在内 就在这箱子 才只是裂开一道缝隙的时候 霍玉浩三人就再次倒写了口粮气 也同时明白了那三位长老 为什么要以护照封住的原因 一股难以形容的清歌铁马肃杀之气 几乎是在箱子开启的瞬间 就从里面飘逸了出来 刹那间除了三长老和南宫婉 黄若无事之外 霍玉浩和彩头黄针和默克 都是脸色一白 眼中流露出强烈的惊骇之色 其中感受最深的 就要属精神力最强的霍玉浩了 正因为精神力强 他受到的冲击也最大 他只觉得自己仿佛在面对一片 有百万大军组成的钢铁洪流一般 这股钢铁洪流带着疯狂的杀意奔涌而来 竟是差点冲击他的灵魂失手 全身荡漾起一层淡金色的光芒 灵魔武魂都在瞬间被激发了出来 这才勉强稳住心神 不过霍玉浩也及时施展出自己的魔力魂迹 没有让自己真正的魂魂情况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是何彩头师生教导 教出这一句话 他才想起和霍玉浩的约定 赶忙晋升 但眼中的震惊 却是更加强烈了 此时箱子已经完全裂开 露出了内部 内部是用特殊的填充物填满的 那是一种名叫玉浇的东西 本身洁白如玉 但却极为坚韧软弹 一般用来充当缓冲和电子之类 就在那一块块用来填充的玉浇正中央 摆放着一个东西 长约以弥武 圆柱体 前端锥形 后端又环形凹槽 通体无缝隙 看上去浑然一体 但金子的本体上 充满了金属光泽 那狂暴肆虐的杀毒气息 正是由他散发出来的 更有几分欲言欲利之事 哪怕只是面对着他 霍雨后四人 都有种心神聚散的感觉 默克吞压了一口唾液 喃喃地道 这 这是 黄征再也无法保持沉稳了 师生道 九级定装浑倒炮弹 九级定装浑倒炮弹 意味着什么 被评定为九级 就意味着他本身 就是一件九级浑倒器 更是一件 一次性修好品的九级浑倒器 配合九级浑倒炮 甚至能够横跨半个大路 进行打击 就算没有九级浑倒炮 也可以在近距离引爆它 但前提是 引爆的那个人 有方法瞬间远顿 否则必定行神俱灭 九级定装浑倒炮弹的破坏力 足以让超级斗罗为之色变 普通封号斗罗 如果正面面对一枚 除了死 没有别的可能 九级定装浑倒炮弹 目前为止 也只有日月帝国能够制作 至于具体有多少枚 只有真正的高层才知道 但数量却绝不会多 为什么 以本体宗 史莱克学院 新罗帝国 那么多强者 在谈起本次日月帝国 对明都的封锁时 都要色变 要选择未知的西方 作为突破口 他们不是想不到西方 有可能出现危险 而是不敢从另外三个方向 去冒险的 在那三个方向 已经可以确定 各自至少有五枚九级定装浑倒 一旦被这种层次的恐怖存在锁定住 封号斗罗也绝对挡不住 更可怕的是 九级定装浑倒炮弹的攻击范围极大 一旦爆炸 那毁灭就是一片空间 而不是一个点 五枚九级定装浑倒炮弹 存在于同一个方向 就连玄老那个级别的强者 都要维持忌惮 或许他有能力冲过去 但却不可能保护得住身边的人 无论是对于什么人来说 九级定装浑倒炮弹 都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霍宇浩几人万万想不到 西水盟为了本次大赛的胜利 竟然拿出了这么一件奖品 原本陈安给霍宇浩的消息 还是一些赌注分层而已 而这枚炮弹的存在 本身就要比任何成分都给力了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能够 用金钱来衡量的 也根本就买不到的呀 霍宇浩曾经听宣子文说过 就算是在日月帝国 九级定装浑倒炮弹的数量 也一定不会超过五十枚 有一些在明面上 有一些则在暗处 具体数量只有帝国皇帝 才完全清楚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一枚九级定装浑倒炮弹 足以毁灭一座小型城市 两枚 那么一座中型城市就完蛋了 像明都这种规模的大陆第一城 也绝对禁守不住 超过十枚炮弹的轰炸覆盖 可见其有多么可怕了 日月帝国 甘以异余之地来对抗元属斗罗大陆三国 并且一直没有被三国侵略 这和九级定装浑倒炮弹 有很大关系 这溪水盟 或者说是圣灵教 实在是太有能力了 这就是这等国家级战略武器 居然被搞了一个来 哪怕是以霍宇浩新制的金翼 也不禁怦然心动 眼中光芒变得灼热起来 对他而言 这可不只是一枚炮弹而已 更是一件样品 如果能够将其研究透彻了 就可以让唐门也拥有制作九级定装浑倒炮弹的可能 至少薰老师那里就容易取得突破的多呀 只是这枚定装浑倒炮弹真的那么好拿吗 这次大赛冠军的重要性 难道能够比这枚炮弹更重要 想必你们都看出来了吧 没错 这就是一枚九级定装浑倒炮弹 它的名字叫毁灭风暴 具体的效果 使用方法 要等你们之中 是有能力获得最终冠军 才能从我这里得知 我可以保证的是 只有你们裹得今天比赛的胜利 这份中奖 我们会当场兑现 所以 你们可要努力了 一边说着 南宫晚大秀一挥 箱子重新闭合 也将那份疯狂的杀戮气息 折盖其中 霍玉浩死人的呼吸 这才变得顺畅起来 不过默克看向他的眼神 却充满了怨毒 上次输给霍玉浩 以真让他失去了争取这枚定装 昏倒炮弹的机会 甚至还失去了他那柄猎榜磕刀 黑暗青龙 对于他的注视 霍玉浩根本就不在意 此时他的心已经静了下来 双眸重新变得清澈 就连他身后的河菜头 还依旧处于亢奋状态呢 年轻人 加油吧 南宫晚微笑着说道 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目光却始终都注视着霍玉浩 当他看到霍玉浩的眼神 竟然重新变得清明时 也不禁微微一愣 却是立刻向他点了点头 出发 伴随着南宫晚大手一挥 他和那三位长老走在前面 霍玉浩四人跟在后面 周围则是那些黑衣大汉们 簇拥着 我可以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会让你帮你帮我 我会让你帮我 我会让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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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